敢言德高官说出西方牺牲日媒,中国经济要失落20年,美中新一轮贸易磋商即将登场。 前夕有日本学者放话趁美当中国经济成长率趋缓,中共官方就会动用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这种做法是对外自扑其短。 如果美国抓住这个弱点,下手中国经济恐怕会重蹈日本失落20年的覆辙。 日前德国外长表示德国代表着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中共不属于这个圈子,此外川普将通俄门调查目标转向中共。 中国经济会重蹈日本失落20年的覆辙当此美中且干血谈的敏感时机。 有日本经济学者在谈论中美贸易战时警告说,中共当局的许多做法和当前正面临的危机,与日本20年前有很多相似之处。 也很有可能会像日本一样,不像失落的20年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日本经济学者金上俊哉日前指出,日本在1985年到1987年期间,曾因为担心日元过度升值会有损经济竞争力而故意透过放松信贷,来维持日本经济的扩张。 将基准利率从5%降到2.5%,导致日本当时的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越吹越大,等到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经济过热的危机后,才赶快转向升息。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把基准利率从2.5%升到6%结果,刺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20年。 他表示现在观察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此,十分相似。 每当中国经济成长率趋缓,中共官方就会动用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来维持经济扩张,这是对外自曝其短。 经上军灾分析指出北京当局在过去的两年间以延后两次去杠杆如果再延迟两三次后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可能就会出现无可修复的损害,导致中国经济活力大幅减弱恐怕会重蹈当年日本即将崩溃的覆辙据了解。 所谓日本失落的20年,指的是日本的国民经济从1989年崩溃以后的20年间日本经济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平均年GDP增长率不足1%而在此之前,日本经济曾经高速发展。 了20多年到198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逆差飙升至500亿美元于是,多个领域承受重压的美国政府决定向日本发起贸易战。 经过美日双方的一番你来我往的较量,后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终于破灭。 德外常中共不属于这个圈子德国商报,8月20日报道,德国外长马斯19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代表着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应该和日本、加拿大、韩国等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建立多边主义联盟,而中共不属于这个圈子。 马斯直言暗示中共的独裁专制与西方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相违背德国英江中,共聚之门外有网友对此表示世界各国都渐渐看清了中共的流氓骗子本质。 全世界中共只能和朝鲜、叙利亚、伊朗为伍,老顽固地拒绝人类文明拒绝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些普世价值。 中共的路会越来越窄,社民党籍的马斯还对星期日世界报,说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将是长期的。 德国必须适应而中共正在世界政治中,不断扩大其影响力。 事实上外界一直认为中共试图联合欧盟等国共同抵制美国的举措是行不通的。 在中美贸易战开火第三天中共总理李克强7月9日上午到访德国首都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 双方随后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中德签署了总额200亿欧元的巨额贸易协议。 然而在联合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德国选择合作伙伴上更重视中共还是美国的问题时,默克尔当着李克强的面强调德国与中共也存在一直没有解决的分歧。 中共自加入WTO后,盗取他国知识技术产权,设置贸易壁垒,封闭垄断国内市场,非法政府补贴和对外倾销等违规行为一直使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 而德国对于知识产权,被中共侵犯的问题,与美国一样感到愤怒。 川普话外有因近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推特中写道,所有那些只盯着俄罗斯的傻子们,应该朝另外一个方向,看看了中国中共。 时评人士周晓辉撰文表示,显然川普的意思,是那些关注通俄门,并在持续一年多的调查中迄今尚未找到明显证据的官员,们可以将调查目标转向中共。 其可能干预了美国大选川普,是话外有因,应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至少表明其获得了某种不为外界所知的信息。 就在川普发出有话外音的推特的次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今年的中西选举,美国当局最为关注的就是中共、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四国的干预。 他趁他不打算讨论我看到了什么或未看到什么的问题,但他提到美国有充足的国家安全,考虑正在采取相应措施试图阻止。 博尔顿所言的四国可能会干预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目前这四国中都受到美国在贸易方面的施压,乃至其他方面的制裁和警告。 因此主观上都希望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即希望在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失去对参众两院的控制使川普成为跛脚总统对内对外政策受到撤肘。 旅美的海外学者何清莲女士,不久前撰文衬,对于贸易战北京寄希望于三点。 一是寄希望世界上多数国家可以联手遏制美国,二是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将川普赶下台,三是希望于美国的其他对手不断制造新的麻烦。 在美国国内北京寄希望于民主党等进步派步,断捣乱等,在海外则寄希望于朝鲜等搅局也因为有这样的希望。 所以北京一直在采取拖延战术,拒绝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